Hello Hello, 又回來了 好, 大家好 很開心大家見到呂王 今天終於不陰庸遠在 其實我也想繼續陰庸遠在 因為剛才蕭公子 當然我們推咪妹妹 其實是Milton 這是我們的男主持第三名 養校來的時候 我之前那台文化交流 今晚乘客全部外籍 全部外籍 有個1976年的薩斯卡亞 這麼有趣 忍不住超了一杯 但原來她說是死了 一走就很神奇 斷氣 老人家死了 有些老而離堅 說這些 剛才有個傻佬 跪下石石 Federique Federique 為什麼英國佬會叫做法國的一個款 也不是的 起碼她懂得讀你的中文名字 雖然她不知道什麼意思 她懂得看 不是她考我她懂的 很恐怖 以為是法國人的英國人 居然懂中國歷史 英國人喜歡讀中國歷史 然後她問你三本書是講什麼 幸好我勉強沒有講錯 我已經不敢再講入 我真的不記得 她問 阿如有識貝 塞北三少 塞北三少 她們不奇怪 因為她們法國英國這些歐洲國家 甚至是瑞典的 漢學研究是很早 和非常深入的 瑞典、法國、英國、日本 比中國更加了解中國 就是很多法國 當然 比現在的中國更加了解中國 因為中國破壞的很多 日本、台灣 你說的恐學 論語之旅 日本還保存得好 日本人還熟讀過 我不是說全部 但我講研究的人 真的很多 和他們很深入的學得 甚至韓國也好 韓國就爭了孔之外 是說他們的人 她簡直是把珠希那一套 在那裏是整理得最好 現在有一個 韓國的貨幣 李退稽 就是大魚中司 韓國古代的大魚中司 問題是說文化現象 洋藥法國 香港又是另一種文化現象 撞衣的問題 撞衣 撞衣 這個我就沒什麼留意 不過是呂王提出 嘍 很有趣 因為我沒有什麼留意服裝 嘍 呂王提出 嘍 阿楊是正人君子 在老婆面前 一定是不會 看妝妝妝妝 看妝妝妝 看妝妝 哈哈哈哈 她就常常在恐夫子座 說老男子 目不邪事 有妝妝 有妝妝經過都看不到 那還未至於這樣 我真的沒有留意服裝 來來去去的服裝 我都沒有留意服裝 還有沒有 除了什麼 除了沒有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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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沒有 有沒有 我以為沒有 阿楊正人君子 這樣都被你嗅到 我真的說不到 我真的說不到 我回答不到 終於 我終於拿了 這樣要組合才好 因為阿楊正人君子 不要這樣說 撞衣服 撞衣服 我在Facebook上 看到網民熱話 就說 港女打扮太相似 三女倒帽 撞衣服 大家都是 所謂的one link 就是平 到過肩頭的長度 然後就是白色的背心 或者是有酒 所以是白色 鬆鬆的身 然後加一條短油仔褲 還有斜背袋 我不知道 在哪裡拍到 他像是港建站 還是機場 個人我認為 不是這麼大問題 很誇張 因為一張照片拍到三個人 而三個人是同一個打環 好過你在韓國 一張照片拍到十八個女生 每個人一樣 你不要理 他選美 我都不知道他選什麼 內在尾 不是什麼 我以為 是智慧 不是什麼 我以為他選哪個整容醫生 哪間整容診所 OK 其實那些醫生真的很棒 因為無論哪個選到 他都會說是他的出品 你明白嗎 這樣 你證明不到不是 我比較有興趣 那個設計師 怎樣設計的樣子 每個人都明白 你不用理 現在不知道韓國 鄰近地區 香港台灣 都經常有 那就是港女撞衫的問題 這個熱話 又怎樣理解 其實什麼 我們男主持第三 不知道為什麼沒什麼意見 但唯有等女主持繼續說 另一個女主持就在桌面上 其實撞衫不奇怪 但是你撞衫 你記得以前是覺得是一件很猛的事 很面猛的 譬如那些波後 那些 大家都穿Valentino 怎麼知道去到撞到同一條裙子 就立即面猛猛了 你想想 我們古代的大戶人家 是造衫的 那些衫是用採訪做的 不是古代 是近代也是 近到民國 不止的 五六十年代 香港戰後 依然是造衫的 女人是要懂得斟子才叫有家教 你不要這樣針對我 我不要這樣說 五六十年代 每個時代都不同的 我想得一手好菜 這些八壽後 OK 我想得一手好菜 懂得煮飯 現在女人懂得煮飯 更加厲害 當然 問題是以前 做衫三個年代 你說幾十年前 的確是很難撞的 年人手做的 因為它不只是快步 還有邊 袖 樓 都是自己搭的 真是有心思 自古以來 內襯 飾物 所以很難撞飾也好 你不會認錯 不會認錯 不會一模一樣樣的 但是呢 我們這麼快已經有 已經有Live 我們正在Live 這個 這個 等一下 女王爺 我看見到我自己 不會在這裏 莫非我被中央生 我自己不知道 你坐在中間 怎麼會見不到你 在這裏 大家都看到男主持 我不是的 這個我看到 大家 放你上台 以前我們說 我當有錢人才做得起衣服 這樣算 當 但是今時今日 你去幫你買一條裙子 是幾萬元的 都會撞 而你撞 你會覺得面猛 你是自動的 都是 所以 雖然說 是Hot de Couture 但是始終 都是做出來的 你說Avera wear 幫你量身訂做婚紗 又怎樣 那個款式 畢竟都是 他設計好的 很少人 今時今日 是有個privilege 是真的設計師 幫你量身訂做 設計賣 就少的 你說他那個高級定制 通常都是赤寸 幫你定制的 多 這樣 好了 但是這張照片 誇張在世 你一張照片 看上去三個人 以為重複了三個人 是 原來是環匪現身 但是他們不太介意 他們 這個就是我想說的 是呀 這個才是文化以上 他們不太介意 文化上面 值得研究 為何以前 波後撞三 他介意 現在三個女生 一樣樣撞到 他未必介意 兩個極端的解釋 樣可以糾正 不好意思 證人君子可能比較適合 不要這麼說 為何極端現場 一 就是說 現在的人 可能非常注重內在美 即是那個所謂個性化 是自己有個性 衣服不用有個性 即是那個認同 是在於你的個人 那個個性 所以變成 你是不是撞衣服 其實他們根本不理 尤其是 簡約主義的潮流下 你基本上 簡約都選無可選 你只不過是白T恤 還有有衣服和沒有衣服 有穿衣服和沒有穿衣服 你想說 那些是自然 更加好 天體型 問題就是 如果是簡約主義到這個情況下 那你還可以選到什麼樣子 你撞好正常 即是所謂撞的概念上撞 那可能是不同布 不同料 你吵他吃什麼 是不是 什麼事 有人親了我兒子 額頭一口 你親了他一口 有唇膏印 是你來猜 你見不見 有唇膏印 有唇膏印 媽媽不親他 你出張去哪裡 你做過什麼來 媽媽不親他 剛剛沒有的 我親他嗎 剛剛沒有的 是嗎 什麼事 我以為你被人抽水 對不起 所以就是 兩個極端情況 第一 他們好像女王說的 完全不在乎 非常撞 或者是撞 完全沒有任何反應 第二種的極端情況 非常來向 自己所謂的個性 根本不介意自己穿什麼衣服 兩個都可能 我當然是後者 大家看到 會不會是第三種 就是個個都這樣穿 我不這樣穿 是不是很吃虧 我覺得是第三 加我的Version 是第四 但是她的T恤和牛仔褲 T恤和牛仔褲 你這樣說 三堆一塊布 你任何三堆一塊布 但是 那個變化 你很少可以說 名牌手堆 你有我沒有 會很不老禮 女生很少好像我這麼便宜 很少好像我這麼不在乎 傻豬 我有一塊布 總之不被人拘捕 我就可以了 但是 我覺得是外表的情況 再加多一點 但是我想聽一下外表的看法 就是三堆的可能性 不要經常叫我證人貴 就是這樣的 現在的女兒 年輕女兒 都是港媽訓練 都是港媽訓練的 港媽就是 人有我一定要有 你有八級鋼琴 我都起碼要有 再加多多少級小提琴 你有多少級小提琴 我就有 大家撞到一模一樣 所有履歷表都是一樣 自小灌輸下去 那些女兒 會不會就是 我穿的衣服 都要同一模一樣 有少少不同 港媽就要求 那些苦媽就要求 在同一樣東西上面 被人高多兩格 要有Differentiation 你認識八級鋼琴 我要比你有演奏 所以我同意 這個我同意 這個我同意 那個框架我同意 其實大家都在追求 相同的指標 怕輸在起跑線 每個人的衡量標準是一樣的 不過衡量標準 和那個範圍一樣 但他們都是追求 是高利一格 所以不可能是國際 同一件衣服 我肯定買一件名牌 比較貴 我不是騎場 我覺得兩個版本 都很接近 但我要加一些東西 就是說 大家都買了保險線 我想說一件事 他買了保險線 是什麼 我覺得是一個 沒有自信的表現 即是說 現在的Benchmark 是白色T-shirt 或者背心 看看你肥不肥 如果你很瘦 你很黏的 很有腰有馬甲線 你就背心 你甚至是路前也可以 但如果手臂粗 其輪臂 那可能有袖 但anyhow 為什麼他選擇白色T-shirt 而他不選 花蜜蜜 或者橫奸 波波 小鳳姐 他是選擇白色T-shirt 因為潮流指標 Dictate 他們認為 這個是漂亮 這個是 the right look 我覺得是欠缺自信 你明白嗎 蕭公子 你的版本是對的 我覺得是對的 就是說 你會看到我和別人不同 但是我讓你看到我和別人不同 的同時 我在保險線以上 即是緊貼主流 你不會覺得我外貌 你不會覺得我亮 你不會覺得你穿 你不會覺得你穿 我不敢穿主流以外的衣服 我先主流了 年輕人的peer pressure 這一下也很 consistent 但你要有相當的自信 兩種人可以有自信 一種就像我那些 就說 你幹你 我喜歡穿什麼就穿什麼 你不拘捕我就可以 有衣服穿 一種就是這一種 這一種 我這種人 是會給什麼人 是給那些 fashion guru 譬如我一個文化交流的飯局 每晚 不要叫我私房再 可能會有問題 你知道嗎 會有些名模特兒 你會看到他們那種眼神 或者是設計師 那些潮人 我們叫做 他就看你 從頭掃到腳 看上來 他就在分析你 哪一件衣服是哪個設計師 什麼價錢 什麼季節 這麼厲害 是SS 即是Spring Summer 還是FW 有些人會抱 有些人會抱 如果你不讓他掃到 或者你那件就算是設計師 而不是Latest Fashion 他都瞄了你的 OK 因為他覺得你懂得 如果你又看 Gym Prada的惡魔你就明白 他們是認為 衣服 你穿什麼衣服 什麼設計師 什麼季節 是Speak Volume的 是很重要的 不只是你懂不懂襯 那麼簡單 是你懂不懂 把不同設計師 不同的身體 新設計師 強調要新 為什麼 因為舊的他們不穿 舊的他們捐給第三世界國家 你買不買到新的 你買都代表什麼呢 你有這個人脈 你有這個經濟能力 你才能夠買到新的 因為限量 很多都 這一種是掃描人的方法 第二種就是 我剛才說的 什麼都不管 總之 我認為 我的個人性 或者我所有的東西 是真的能夠做到的 但是很多人 是偏於我說的 剛才那兩種 第一 就是Fashion Guru 什麼都要 他們聽過 當自己是Fashion Guru 是的 就算不是也當是 或者是 剛剛我們看到照片裡 那種 三個美女 年輕女 她沒有能力 去穿那些 Valentino 或者現在 我們說Chloe 最新的那些 三一季 一件上裝 幾千元一件 一條裙子幾萬元 她未必做到 但是 你看到他們三個 不會是撞鬼 因為現在是農曆七月 而大家 剛好穿了一件飄飄的衣服 你明白嗎 他們是受了某種影響 受了某種影響 而不約而同地 穿這一套的打扮 赤背袋 短牛仔褲 和T恤 白T恤 白T恤 為什麼 剛才說 不是花紋 不是間條 不是灰色 是白色 誰在背後主導 而他們是沒有想的 最好少一件事 對不起我一輪 好像我開演唱會 講時裝女王厲害 不是 講文化女王厲害 不是 沒有 是因為 很多人 剛才我們說的 名模 上來咀喵喵喵 那些 潮流達人 那些 他平球品足 說哪個明星 哪個模特兒 穿哪件衣服漂亮 他認為自己 像你所說的 蕭公子說得很好 是trend setter 就是說潮流奠定者 OK 但是其實 往往 我膽敢說 很多聽眾都不知道 真正奠定潮流 並不是這班人 而是布商 布商 布商 如果你想想 你會覺得 為何會是布商 即生產布的人 不是說鄰近地區 那些 我們說的是歐洲的布商 我小時候我不明白 我看那些時裝電視 為何今季大家都流行墨綠色 為何今季大家都流行絲絨 為何今季都流行某種的質地 或者某種的顏色 原因原來背後就是 很多的布商 進行協定 大家今季會推出這些東西 那你的設計師去選布的時候 大家都受了不知不覺姦 受了這一批貨的影響 買了這一批貨 譬如那一季 很多布商出紫色 不同程度的紫色 不同色澤 不同質地的 雅色的 有金絲的 或者菌邊的 whatever 的紫色 那一季 接下來就會有很多紫色 那不同布商 同一時間出那個款 不是款 是布 他們深刻有個商會 聯會 大家聊天 但他們才是真正影響到 世界潮流的人 不是John Galliano 不是Chloe 不是Valentino 不是Chanel 他們全部都是受背後的布商影響 人家在說什麼 Fremason 不同的秘密組織 真正拿裝的 並不是設計師 更加不是現在走過來 平靠品觸的那些 潮流達人 即是在那個食物鏈裏面 你排隊的問題 沒錯 即是食物鏈的最基層供應者 是 而現在這班妹妹 她完全不知道自己 已經去到食物鏈的底了 其實 即是她避吃那個 最避吃的 是的 而她以為她避吃的過程裏面 她的性格能夠突出而變不同 因為我可愛一點 因為我可愛一點 其實 你應該明白 我們每天 其實都是受不同的 渲染 不同的東西洗腦 Whether you are aware or not OK 即是為什麼現在 有個火雞姐 不是教人化女神妝 嗯嗯嗯 好笑的 為什麼 她就是串這個現象 你是不是女神 要不要跟別人的妝 你是女神就是女神 你不是就不是 你不會豬扒化妝就變女神 而且女神要有天生的氣質 加上你的教養等等 不是靠化妝 不會因為一個妝 就可以化腐扒為女神 你女神 你落了妝 那你就不是女神 那你都很脆弱 對不對 即是現在我們在說 這一群女生就是說 她們的衣服 我看到的 她不單純只是 在食物鏈的底部 她受別人層層的感染 OK 而不自知 更加嚴重的 我看到 我覺得 主觀地 是淘寶的心頭 嗯 是 這些衣服 這些女神 她不是什麼 波後的那些 OK 她受的未必是 我們說食物鏈中層至上層 即是布箱 和名設計師 私人 還是Hook Couture 那一層的影響 她去到最底了 而這些 你問我 就是淘寶最常見到的 那些 范冰冰是怎樣穿 范冰冰同款 你明白嗎 或者是韓國賺什麼什麼同款 來自星星的你 同款 而是受這種影響 所以淘寶的滲透 帶來很多便宜衣服 但在便宜衣服以外 因為這群女神似乎 沒有什麼思考 沒有什麼思考 其實 你是不是真的適合這樣穿 是不是你年輕 你不是C line 你就應該這樣穿 哪個界定應該不應該 可能不用想應不應該 每個人都這樣穿 我就這樣穿 潮流輕 不用想 對 不用想這麼多 有很多off the rack的東西 確保你不用想 節省時間 節省時間 不用想 還有很多淘寶的店鋪 幫你配襯 你明明本來想買一件白T shirt 可能我也會 買一件白T shirt 但是他就說 搭配就省了五十一塊錢 就是那條牛仔褲 再加上請背袋 你一出街 你覺得很多年輕人都這樣穿 不如我也這樣穿 I feel younger 是不是 但是 the reality 我告訴我自己 就是 I don't need to feel younger because I feel great as I am 你明白嗎 我不需要這件事 但是你不需要這件事 你是經過很多的磨練 你才可以簡單的那三個字 適合他 不容易做到這件事 但是你要教 現在的父爸父媽 教小朋友 爸爸媽媽都這麼受人影響 旁邊屋陳太 張司拉 女兒八級廣級 學校公司華債 華債演奏級 當父母都這麼受人影響 的時候 你怎樣令你兒子 有獨立思考 穿衣服也是反映獨立思考 這件事很吊詭 對不起 我說完了 我繼續吃東西 穿衣服是反映你的思考 你不在乎的時候就不在乎 但是就好像呂王說 有些結構性的東西是真的 但是現在科技進步到某個點 可能稍後就未必定真 因為先前那個紡織業界 決定了你那個食物鏈的上層這下 在那個工業年代是真的 我領教國見過 的確就是說 其實是早 不要說這個事實 是早一年差不多 就已經是 跟設計師在談 你會應該要出什麼設計 例如說你那個布的顏色 布的材料 材料說到就更加嚴重 一件事 顏色還可以染 材料和功能 就很有趣 例如說 到底你明天是棉 是馬 什麼材料 沒有 還是怎樣 變成這一下 其實你在整個食物鏈裡面 再上一層 如果是人工製造的材料 就沒有錯話說 即使用啤酒都可以 問題是如果不是人工製造的材料 的確是植物有關的時候 你真是早一個季節 所以的確是 如果你看最直線 即是全體組織的生產模式 你看看日本的商社 就已經很明顯看到了 即是說差不多伊藤中 決定了他的生產線 在接下來幾年做什麼 其實一早就跟日本的設計師說好 你接下來幾年有什麼設計差不多 所以忽然之間 有一段時間 例如說 自然風格 minimum 那一段時間 他們打算推出的報 的確是一些 gray tone earth tone 或者很raw的 service 就這樣來 變成了 如果他沒有辦法 下游那裡 有些所謂trend setter 幫他決定了食物點最底層那些 那些豬 吃什麼東西的話 你上層種出來的 是大件事 沒有人要的 問題是他的生產 他的周期長 明白嗎 所以他一定要預先 plan 這是很合理的一件事 正如說 後來就多了一些 所謂功能性醫療 即service treatment 那些 然後就出了一些 很cassual 很個性的 戶外型的 爽朗型的 復歸自然的 衣著風格 為什麼呢 確保你每個人都外出 不怕日曬雨淋 衣服 搞得好 所以變成 這種 是由工業科技 帶動的潮流 在結構分析上 是真的 蕭公子 剛才說的一件事 你inspire我 說一句 就是有人出貨 他要確保有人接貨 所以其實我們是 無形中受到他們的影響 哪些人打算出些什麼 他們已經夾好了 即是如果證監呢 我另一個問題 會監控 到底有沒有人會特意解僱 叫身邊的人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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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好爽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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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除了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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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向下推到,超級市場的貨價,賣什麼價貨 原材料市場,食物也好,服裝材料也好,都有類似結構成功段 但這些是沒有任何所謂監管機構可以做到任何事 因為這件事基本上已經是無過界 你們說剛才那些都是... 說一下豬也好,超選藥豬 那些就是偷雞,原材料 其實現在很多動物都加了不同的基因,有不同的藥 其實很大原因是他們工業化和需求太大 你想想古代沒有這麼多藥物的時候,養隻豬也雞可能真的養很久 那現在突然間人口這麼多,而且你也知道人口多了和富裕了 那些人要吃肉的時候多了,就會有很多激素,很多不同的藥 就是孔雀石、蘇丹紅、烤蜂豬、肥雞丸,經常都有的 如果不是,有些記者訪問過一些前線生產的農民 他們說如果我們不放這些東西,我們沒有辦法撕到那個需求 這裏有一個又是兩極化,因為又說工業結構的話 我又有一個inside information 我們學一下東西吧 兩個很不同的生產方式 中國那一套是因為人為地割裂了生產線 所以在公費應求那一刻,其實跟三罪清安的牛奶是沒有一樣的情況 需求是很大的,正常的 問題是否真的那麼大?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生產過程全世界都有的 不要以為,某些所謂的強國本身是很容易搞的 全世界都是強國的 有人餓死,但亦都是專門走易炒,同時發生的 任何地方都有的 所以不要覺得太奇怪 但是分別在於什麼呢? 如果美國那一套是全體組織,直線的 也就是說,正如我剛才提到公民的延長以後 他由生產到加工到銷售是一條龍 而且是有定價權,定價權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阿仰留意到一件事,因為需求大了 但你想清楚是不是這麼大的需求 每年浪費多少食物 你想想想 另外還有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副食品生出現 例如說 不要以為你吃的啫喱很健康 是骨造的 骨煮出來 豬骨,牛骨 是動物的絲鞋煮出來的膠 魚骨有,但沒有那麼穩定供應 最穩定供應就是動物的絲鞋 所以整條生產線 你會發現是製造了很多糖脂的引申食物出來 所以這些引申食物就是生產過剩的現象 小心一下 不是需求好死大 而是為了主線的盈利 要確保到 他將成本減到最低 所以他會工業化生產 因為快速生產 要快敗 要餵食藥 要減低直線成本 直線成本減低之後 他引出的 就是其他要吸收他的成本 所以就像你所說的 其實跟時裝的情況一模一樣 就有很多所謂的美食專家 或者一些食物連鎖店 是創造很多 挖空生思創造很多 你以為是很過癮的食物 但其實那些是衍生出的垃圾 例如你吃一塊塊的雞 你以為是真的一隻雞胸給你 是所有剩下的 剩下的雞胸 即是加上的雞胸 然後卸成一塊像雞肉的食物 大家明白嗎 所以變成有很多這些 加工食物 食物衍生品 只會出現 因為養子剛才留意到的 減低成本 加速消瘦 所以那些需求 對於肉類 的確是真的 但是不是人喜歡吃肉 去到這個地步 才知老虎都比不上 不會的 而是因為你生產商 要賺最大的利潤 而它是整條線 壟斷了 它沒有辦法不衍生那麼多 製造那麼多 引你做那麼多需求 還有GDP主義 GDP主義也很重要 你盡量將利潤和GDP 谷度有那麼大 得那麼快 GDP要打擊數 不是純粹因為食物的需求 GDP需求多於人性的需求 我希望李克強聽到你這樣說 營養需求 6.5% 我想他們很清楚 清楚過我們很多 他能否應付另一件事 中國的情況是反過來的 不是因為有一條直線壟斷 所以做了一些東西 反過來做了什麼加科 它是層層剝削的 所以它沒有一個所謂直線剝削 但是它那個隱身的剝削同樣 那麼要命 例如說 中國人養豬和鬼多養豬 最大分別是甚麼加科 鬼多養豬就是集中一個農場 只能搞定 中國人養豬 其實分散開去派豬苗 是由農民養大豬 交給豬場 表面上看起來 就是製造就業 確保農民收入 諸如此類 其實只不過是你那個生產商 將成本向下壓 你將成本向下壓 不是塞豬給農民養 我不用養 照道理就是說 生產商正常情況下 是會提供飼料 是會提供養物 是會提供獸醫去檢疫 照計做好服務 你想賺錢會怎樣 就購買這些 為什麼其實在每一個食物的環節 就不只是豬會有孝喘藥那麼簡單 先前出的問題 你說那個牛奶怎麼會生產最清 那就是這樣的情況 明明我給你養的牛 是不斷營養不良的 你怎麼會生產這麼多奶出來 生產商怎麼製造這些產品 就是混購 混購給大家 其實那件事 其實很多人 是不關農民事的 有一個重點 就是養了牛 拿了奶 上繳 掌繳 下繳讓他中央 不是真的中央 下繳讓他中央的時候 他又要再交上去 但是他明知過不了骨 因為他給他那些奶孔 他就是給他一些垃圾 那些牛本身瘦到鬼 然後沒有奶出 他被一些很稀 你以為稀混水已經夠慘 我們聽過以前那些很慘的故事 奶混水給小朋友喝 不是 因為如果你只這樣混水 你賣得出 也算你不會害人 他最多覺得那些奶很淡 但因為要上繳他的中央 就是政府機關 要驗到蛋白質的含量 夠不夠一個 certain percentage 混水就自然會更稀 那就不行了 就唯有混工業用的蛋白質 就是三醉青胺 那就達標了 這東西不止用來生產人食的食物 血都是這樣生產的 那麼恐怖 為什麼河南會變成愛知最嚴重的生分 它就是血牛 俗稱血牛 就是有一幫人專門賣血 有沒有東西可以賣 不是牛奶 是人人血 就是跟生產牛奶一樣 你不可以抽太多血 但他又要大量生產大量剝削 那幫人又要抽多一點血 那怎麼辦呢 那就把血漿和血液分解出來 然後血漿分解出來 又把血液輸回到血牛身上 那他們就可以再快點去浸多一點血 那繼續有血 那就是有償獻血 那叫做有償獻血 就是賣 我們叫捐血 就叫無償獻血 那結果呢 那結果呢 你可以成為一個成肝外之血 浸到不同的血牛身上 然後大幅度感染 就變成一個河南的重災了 恐怖了 喂 我現在呢 as a matter of fact 我是看著那本書的 如果啊 推咪妹妹妹呢 可以幫我拿那本書呢 在中間 書架中間 第三項 寫著一個禁字 我最喜歡禁書 吹 看不見到 是 看不見到一個禁字 黃色標籤 禁書 紅太陽字 怎麼升起的隔離 yes 拔到了 對 華女王 又想變成這個 又想變成這個 銅鑼灣書店 Thank you so much OK 就是阿仰說的故事 炎連科 丁莊夢 你看看華兵 是很慘 他呢 有一本叫做 為人民服務 的書 跟著呢 這一本就是 剛才 Exactly 這樣說 河南愛之 村為背景的小說 是啊 很慘 怎樣賣血自負 在血王的推波 坐欄之下 成為了 賣血自負 賣人的血 賣自己的血 不行 你知道最慌謬的是什麼呢 就是賣到他們有愛之之後 那個血王 就是那個村長 還說 我便宜價給棺材給你 是黨的恩惠 真的 看一看這本書 你就知道有多荒謬 擁護中國那些 愛之村裡面的愛玉與死 大家看看我是哪裏買的 讀出來 銅鑼灣書店 哇 我們是薄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當死你不賣 他令到你有愛之之後 他還是他的恩惠 你會得到棺材 你的棺材還要優先給你的 所以你要感謝 你一定要感恩 而當有一些有良心的醫生 去揭發這些事的時候 就不斷受到打壓 高耀劫 逼你一定要走 一個世界級的醫生 頂著壓力這麼多年 最後都頂不住要走 你揭發了 剛才跟蕭公子所說 他是一個直線的 不是直線 是層層剝削 是不是 如果有一個人 破壞了這條生產線 這條鏈 你影響到幾個人的利益 所以變成要比較政治 美帝也有這種情況出現 他一樣會滅聲 例如說 你出的研究報告 說食煙仔有害 他會滅你聲 其實任何有壟斷的情況 都是滅聲的情況 不過結構上 這個偉大的強國和美帝 最不同的 正如剛才我和楊剛的分析 是別人的組織和我們的基本有什麼不同 美帝也好 尤其是歐洲、英國也好 基本上傳統的資本主義國家 他就算邪惡得為 都極有組織 亦是說 他整條線內 是不會有一個 所謂線裏面 不會自相殘殺 明白嗎 因為他都是自己有 他是利益共同體 但過癮在這個強國 他會層層自相殘殺 即是說 他都是有壓迫 都是一條線 都是壟斷主義社 不過 你會發覺 最不同的是什麼 他是以自相殘殺為本性 所以另外一本書 也不是這本書 也有說 叫做血囚定律 血囚定律 什麼方便是說 那樣 剝削互相殘殺 你死了最好 他吃了你那份 是那樣東西 所以出來的結果 會有很不同 是什麼 就是說 別人那個資本主義的剝削結構 真是較為有秩序 而這一種自古以來的模式 其實是一盤散沙 我不知道那些人 現在剝削得那麼開心 的時候 真的那麼爽 但想三個一層 我都會害怕 大哥 你真的沒有任何基礎 所以歷代以來 一有什麼大問題的時候 是會倒閉到你 渣都沒有 就是這個意思 粉碎 粉碎是變成粉 是不斷重複的 還要重複才過癮 所以變成那個組織能力 你發覺別人邪惡得來 都會有組織過你 真是很過癮 到現在都沒有脫離這種循環 還沒有 只是好像表面上 好像先進了太空旋水 火箭 都還是差不多 空間大 剝削的空間大 所以你說 賣血自負是哪些人自負 不是那些血牛自負 是那些血狼血頭那些 那些人自負是不去賣血的 那些人自負是控制一大群血牛 牧養這一批牛 所以見微知著 是人來的 是人來的 所以別誤會是牛 是人來的 見微知著是什麼家科呢 就是身體最誠實 為什麼所有有權有錢的 都爭著做愛國人 現在加快流出 精英和他們的家屬 以及資金 當你留意到這種 自相殘殺的局面的時候 那你就不難理解 為什麼他們爭著做愛國人 很簡單 其實我們 我說我 對不起 我不介意 你如果好像最近有個北京大媽 在泰國拍了一段影片 那些人屌實那個銅團 好像銅團 一個女人 那個什麼叫情人灘 還是什麼 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 不知道江蘇還是什麼 死要拿那個木 他死都要拿 然後大媽說 這東西英俊 一東西KO 你讓他拿 去到海關 你記住跟海關說 就說 我勸了他很多次 說了是不能拿的 但他是要拿 他公連挑戰你們 泰國海關 那個女人馬上收皮 我見識過 我上當年跟探長去台灣拍攝 在台中 阿里山而已 好多 阿里山 好激到你了 阿里山頂 在頂上 他中間叫糞喜湖 我告訴你 糞喜湖 稍微叫做沒有那麼出名 哇 安靜 開心 日本鐵路 你知道那些 日本搭的 很美的 那個地方 值得去的 但上面阿里山出名 哇 那些大陸人多想到 還要寫明 一塊木 斷了一節 擺明請物攀伐 他就是攀伐 講到明 指著跟他說 不可以攀伐 他說 我看不到 都不爭在 那麼多人攀伐 我 我已經攀伐了 那塊木 這個就是他們的特性 就是這樣 在大陸都是這樣 你越叫他不要做 他越要做 他去到這個埃及 金字塔裡面又簽名 道次一游 你明白 那些行為 去到哪裏 去到哪裏 不過終於有個大媽 做一件這樣的事 如果 你說來香港的自由行 是這樣的質素 OK 我哪怕你口音劇 我哪怕你肥腾腾 或者是 文化差異 至少你不欺負人 那現在為什麼 就說 你們爭相要移民去海外 OK 你有請要走 我們又不可以發誓 所以不讓你去 OK 但the truth is 就是 你自己如果承認 你的國家好災難 你的國家好災難 你要走 你要自保 可以 但你不要這一頭又說 你自古以來中國多麼好 中國現在強大 跟著 大家都要愛國愛黨 你香港人為什麼要搞分離 跟著at the same time 自己就是申請綠卡 但你申請綠卡 你又不是分離的 不知怎麼回答他 即是這種表類不一 令人覺得很討厭 表類不一 只不過證明他們非常聰明 即是他在這個世界上 他在這個共同生存 他就是用這種方式 即使他們離開了中國 其實他們仍然是 需要在那裏繼續賺好處 去那個中國那裏繼續賺好處 是不是 那我就繼續叫我愛中國 什麼國家 另外我是五星紅旗 雖然我是拿美國國籍 其實外國人看見 更加看不起你中國人 是不是 哪有一個國家的人是這樣的 而且為數是越來越多才行 還有現在那個 Mac Horton 是不是Mac Horton 有沒有說錯 游泳那個 奧運 澳洲那個 對 Mac Horton 你知道那件事 拆到不肯 真的拆出國際宇宙銀河系 OK 不斷被人攻擊 有一個人 是Mark Horton 就是Mark Horton 就是被人攻擊 因為那群強國人分不了 Mac和Mark的分別 對 攻擊英國那個 好像 然後那個英國男人就說 For the record I'm not the Australian swimmer 真的讓鬼子來到的時候 義和團去哪裡 好 就這麼簡單 如果你認為這些是國家的 救星國家的未來的話 看看義和團發生什麼事 你們看回 如果拉義和團去斬首的時候 不是那些鬼佬拉你去斬首的 是那些鬼佬叫那些中國人 拉那些義和團去斬首的 大家一看就知道 到現在你還說那些義和團愛國 結果製造一大堆愚民 和刁民 和刁國家的架 那些領導人介不介意 那是他不介意 如果他不介意 那你勸什麼也沒有用 應該是不介意的 他們的家人都去了外國 財產也大部分在美國 在美國是最安全的 那你一致 中美一定不會打架 絕對是 南海怎樣蠢 怎樣拆槍走火 都不會打得出來 他們的主要身家姓名都在美國 我經常跟別人說這些 不要說什麼軍事 飛機大炮還是核彈 他們的主要利益 身家姓名家人全部都在美國 那你怎樣用導彈去核彈炸自己的東西呢 我們經常都說 人盾 現在只是沒有人盾 我們說以前春秋戰國 就放自己的獎子在那裡 現在不用人家要求 你自己推不及送過去 自己撲過去 撲過去 還有送一個 你送到全家 全家送過去 沒錯 一絕後就全包散了 但是最少了的是 人家會怎樣駁你 那些人就會說 中國拿著美國 最多債券 真是傻 你回答 這部分是你的 嘩 即是你拼命拿著債券要厲害 是啊 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券國 那你把紙拿到你的錢 要厲害嗎 哈哈 他這樣被美國人找笨 還這樣叫做厲害 你很厲害 我寫一張紙幣給你 你能不能回答嗎 這些問題 我怎麼回答你 我覺得真的不能回答 我怎麼回答你 你整副身家都給他 他寫一張白條給你 這樣就叫做 我是你最大的債券 是啊 我是你債仔 如果 反過來 國內也會說 什麼叫打白條 大哥 有沒有厲害一點 他整個屋都是單 很厲害 可能他白條是美國打的 那就高級一點 美帝白條是高級一點 就是這樣 值不值得回答這些 有時候太低B的問題 無所謂 你試試打這場 你還不還債 是啊 真的好 快點打 我不還債 那怎麼辦 你真的去白宮那裡淋紅油嗎 哈哈 吹吹吹吹 白宮淋你紅 又白淋都變紅 有一宗新聞 遼寧有個鎮政府 19年前 將一間負債 19年前 將一間負債 600萬 當時很多錢 工廠賣給一個平民 合約上明明寫著 債務由政府負擔 OK 但一路都沒有兌現 19年都沒有兌現 那麼那個平民 就將這個鎮政府 告到去法院 居然 那麼 官司是贏了 但是鎮政府還說 我沒有錢 對 正常 對 到今時今日 年本大利是3700萬 那又再給了欠單 對 也是沒有錢 其實現在 也有很多消息 就是 裏面各種不同類型的債務 是一個又一個 而且是數目越來越多 第一步 但是他就說 大家都不要追債 大家都不要追債 大家都不用還 頂住 就是這樣 上次股票已經少了獲金 熔斷機制 對 我就是想說 沒有人懂 一熔就斷 Circuitbreaker 即是shock了 跳線 跳Fuse 所以基本上 共產黨這件事很厲害 你真的要佩服他 總之說 不准做了 不准爆就不准爆 很過癮 有錢不准追 有債可以不用還 好嗎? 所以為何不走老呢? 我對他們予以同情 如果他們不是很討厭的話 我還有少許同理心 同情心 我們只是客觀分析 最後決定如何 就不多 如果我們分析完 他又肯聽 又肯改過自身 就不用移民了 如果他肯聽 就不會自古以來 都這麼嚴重 不說太多 免得我們去走老 你們有得走 我沒得走 很難說的 越輕鬆越走得快 這樣也是 不是 怕被滅聲 現在經常滅聲 突然之間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很多台都忽然間不見了 現在 又一個D100 不是 DBC 又加了一個牌 他很多時候 不用用強力部門 令你滅聲 他政策上已經令你滅聲 是 所以 有得說的 大家盡量多說些 所以平民經常都怕 跟官鬥 不是沒有原因的 如果你全家大小 靠你樣子 然後 你一個麻煩發生什麼事 你好型 但他們真的陷得包散 明白的 所以就立刻把他推進去做人盾 但今天又有一個很重要的話題 就是你這個 被你神燈的 神燈 我又怕被人通緝 前幾天就寫了一篇網上的文章 正監 好像有人留意的冷門消息 不是很少人留意的 你出來之後很多人討論 這件事真的要講講 正監 很多人討論 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 沒有關我的事 我不是沒有黑手 我不是沒有黑手 看到沒有黑手 最重要 上集已經說了 最新消息 就是這個 金融界的代表議員 張華鳳先生 今天就對著這個傳媒 澄清了 他說他不是轉客 他先前 原則上贊成證監 要改善市場秩序 不過就沒有贊成證監 是關於那個 資訊文件改的內容 所謂抗權的建議 沒有說過這件事 張先生 真的老實 很可愛 他說 我的選民要我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選民現在反對 我就反對 都很好 作為一個議員 對選民負責 雖然有選民 只是在這個證券界 都是好事 起碼就是 大家明白 今次證監 這個版本做得很大 抗權 在大家都很忌諱 政府抗權的情況下 就是抗權 下委會也要抗權 這委會也要抗權 然後廉署也要抗權 全部就是 封煙四起 這個缺戰中環 另一段 真是中環 真是封煙的 真是打禍金的 抗權這件事 對還是不對呢 我又不懂評論 總之業界一致反對 你不懂的 我問過 沒有人說贊成 不知為何 而最奇怪的 這是另一個新消息 其實大家的文字 報道都已經有了 最過癮的 就是 港交所的董事 忽然之間 彈出來 說今次 所謂的證監 和港交所有協議 是港交所的職員 自己自把自為 就沒有通知董事 我想問 好像機場 地勤自己決定 要拿行李進去 又是職員 自己決定 自己的方法 這刻都傻了 這麼像最近的選管會 由選舉主任自己搞定 特首 香港公司法 就算你是獨立非執董 或許你不是獨立非執董 你真是董事 而董事可以事後爆一句 說伙計和證監 達成一個協議 出一個諮詢改革 而董事不知道 在前線伙計 亂說 為何這次三罪清安 官沒事 是賴龍的問題 這件事是QK到甚麼情況 大家明白那三個關係是甚麼一回事 港交所是一間上市公司 是受證監監管的 如果這間上市公司 董事被駕空 那公司的管治出了大問題 那證監 要責成港交所 港交所自己 要宣佈港交所自己 停牌 我暈倒了 然後這個循環怎麼鬥 回頭呢 我不知道怎樣玩 最近有一個遊戲 叫日本 剛剛我們贏了大賽 香港 叫做廢柴機械人比賽 這一下子 我真的 這一下子 贏了日本 為甚麼呢 香港多 我回答你 為甚麼 一間上市公司 董事向外爆 說我伙計做了 你外代董事 我不知道 我沒有同意過 那你作為又是監管機構 又接受證監監 那證監是否一個勒令港交所 停牌的情況 我不知道 給甚麼反應 所以 這件事發酵下去 會很過癮 就是牽一髮動全身 原來你整個監管制度 是意欺成這樣 我想跟 我想比面你 不知道怎樣跟 這件事 就是張華峰先生 不是張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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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澄清才算 業界反對 業界反對 現在看起來 都很有理由 但下一個波 就交換給港交所 為甚麼 董事又含黏的情況下 你又出了一個諮詢報告 又說和證監 已經商量了幾個月 那幾個月 你不用支援董事 那幾個月的董事 那幾個月的董事 還是現在已經是證監 可以說是不用支援港交所 還是證監已經通知了港交所 的職員 又不用通知了港交所 的董事 所以下一個波 那次回合 就輪到港交所 自己的解話 到底他的職員 和董事是甚麼關係 然後證監要出來解話 到底你知不知 港交所發生的事 你是在監管的 下一輪 又封煙的再推進一步 之前有幾個人說 大家覺得他是既得利益 又有很大的所謂業界的利益 小圈子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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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發覺現在 就逐漸剝洋蔥 剝出來之後 就發覺 即使你認為很歸死英明神武的 港交所 即使你認為很歸死英明神武的 證監才算 原來都是可以擦出宇宙的 我不知道我們這些行家 會怎樣存在 但這件事已經存在了很久 為甚麼越來越差 原因就是監管越來越少 都說了 為何醫委會上次反了大桌 其實所有的改革細節 都沒有反對的 但最後加插了這件事 就令大家都反了 他最後一臨到甚麼時候 臨到真的彈出街之前 你同意了所有細節之後 為了公眾利益著想 我要特首威任 是一句 一句 一句 一句話完 這個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差的問題 就是因為這一句 所以大家犯下台 所以變成為何會 為何會原來 不是大家的寶貝 泛民沒有反對的 記住 是啊 泛民是贊成的 我提一提大家 這個廢柴機械人大決戰 泛民有份 所以就是說 這件事 回到回頭 為了佩服 有些專業人士 真是厲害 你怎樣相差功能組別 有些專業人士真是厲害 例如醫委會 而且他要保障自己專業的利益 上次不是說過 是兩條路線 是專業自治很重要的 是專業自治 你去到最後 你真的不能 count on 別人 專業自治 專業自治 作為保障你的社會自由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這次看得出的 再輪到金融界的第二項 即使你說 你多為民請命都好 這次真的反你就反你了 所以我想再演變下去的話 就不只剩下兩個工人組 那麼簡單 這次立法會選舉 他也是有一點點方向性的 就是說 現在你發覺很多所謂的專業團體 就越來越多的起胸 我不敢說起義才算 起胸 你發覺 甚至是會計 甚至是剛才說金融 另外還有就是 你發覺新一輪的人出來 是想反你舊的 是 就是因為專業人士 真的不是太蠢 你再這樣 所謂跟著主旋律的話 去到某些關鍵位 你含糊過了 你很嚴重 回不了頭 所以這次演變下去 就有時間了 所以不要說明燈 就是敏感一點 就留意到有什麼東西 然後大家發覺 原來真的很值得討論 下一個討論範圍 就麻煩港交所講解決 當然是值得討論 香港你現在剩下什麼 金融 金融與地產 就這樣說 這些牽涉到大家的身家性命 是呀 主要的失和員 是呀 但是一般人真的不知道這些東西 其實這回事是燒得好的 你還要燒房地產那一回事 因為你現在聯署 你這樣換人法 頻頻這個地震 其實已經 在某些程度 你知那個信貸評級 我沒有記錯是跌了 是呀 然後另外 你聯署高層這樣調動事件 又出信 兩個半小時之後又收回 其實應該外資的 影響外資的信心 不是在於廉署那些傢伙的 他沒有大規模 pull out 但是你知什麼事 影響外資信心 不是在於廉署那些傢伙的 其硬 是 外資失去信心 是因為居然有人 要令到廉署那些傢伙這樣來表態 這個才是問題 搞清楚 不要調轉了 以為廉署那些傢伙作犯 所以你的信貸評級 你倒轉了 Alex Baby我告訴你 最壞就是譚惠主 譚惠主如果沒有說一句 特首連任的條件就是 沒有被廉署查 這件事是未必發生的 最壞就是譚惠主 你倒數當初為何要委任他進去 你不用解決 所以為什麼大家一聽到 特首委任就即時彈起 就是這樣 你看著前因後果 是重複重複再重複 這樣都被你過了骨滴 或是講諸道不肯 一句都說完 這個叫做 你們很熟的 你們那個叫做 港獨之乎 不是 這個叫做包農 即是家勞 怎樣 家勞的概念 家勞 家勞 家勞的概念 是不是 就是雍正對於他的連羹妖 你明白嗎 清潮叫包依 包依 包依奴才 包依奴才 家勞出的 所以就特首委任 所以去到這個時候 我覺得英國佬真是英明神武 就是他用回你的利益 去維持 個人的利益 維持到整個行業的利益 整個行業的利益 在整個社會裡面起到平衡作用 因為他們出了阿當史密夫 無形之手的概念 什麼加科 就是 人是理性的 先假設這件事 客觀而理性的 冷血都沒什麼所謂 但是正正就是 你的制度 社會制度 是容許你追求你的利益 還要把這個合法地保護 你出來的結果 才叫做公眾利益得到保障 好像很矛盾 問題就是 人家是證明到這件事是對的 但是人家的個人利益和公眾利益是矛盾的 因為他不容許他們的個人利益 某些人的個人利益 是以權來決定利益 搞清楚是反過來玩的 你想一下 英國佬他們在香港 除了專業團體 一個一個都有他們的勢力 醫學 律師 會計 權足等等 然後還有很多不同的NGO 負責不同的範疇 因為社會 我們經常誤會了一件事 你很抽象去理解 所謂的宏觀 叫做社會的物體 是由很多的小團體 共同撐起的 當你是藐視 甚至是滅視這些小團體的時候 逐個擊破 結果你的社會 就臨盪了 在我們鄰近的地方 最可怕就是 有一些社會的其他組織 有黨以外的其他力量出現 所以就要消滅 歷代帝王也是如此 他就用了歷代 自古以來的那種方式 來統治現在這個國家 我醉酒的四個字 就是自古以來 所以你看到地震 水災 百事當喜事辦 顯示出偉大光明正確 全部由黨控制一切 沒有任何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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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全部是我最偉大 有NGO 宗教也是屬於 黨的 有紅十字 上帝也要愛國 所以有國美美 所以有國美美 泡泡肉最重要是 下面有個美女撐起來 我們泡泡才吸引 而且有水 如果不然 我不如一杯啤酒 所以我從來不沖泡泡肉 因為我不是美女 不然浪費了這些泡泡 夠了 所以現在中國一個最低人的經驗 如何知爆 人家想起會是一個很低人的經驗 你無論是日本 你看他泡泡了二十幾年 他的國家不知多穩定 他的國家有很多支柱撐起來 他不是靠一個黨 一個政府 一個自民黨 一個什麼黨 你們中國 我們鄰近強國 偉大光明正確 有什麼去撐起來 沒有 所有東西瓦解 有 我告訴你真的有 漁民 那些不會支持你的 那些是加速瓦解 他支持了幾千年都沒有支持 如果不是這樣 他看見了你幾千年 是瓦解 他一直支持著一路線 你出不去 你出不去 最後這一班人 最恐怖的 什麼都跟你死過 什麼都打爛了 這班才是最恐怖的 上一次你的社會大崩潰才算 你還有一件事叫做家庭核心 沒有 這次沒有盤 沒有盤 因為我們自己看中國古代 其實他有很多東西 是支撐著社會的 你時薪也好 讀書階層也好 農民公民等等 現在沒有 全部都是一黨控制所有的事情 但如果他控制力量 慢慢減弱 而套到他自己都覺得 身家性命要走路的時候 其實他真的有很大的問題 隨時滑倒的時候 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們說 你看 不要說歷史 我一說就很害怕 因為 我知道我說錯話會很糟糕 那就是 不要太傻了 你的說錯歷史 這麼多年都沒有死 怎麼同呢 人家引經據典 我這些說錯 真是說錯 不記得的 我想說就是 你見古羅馬 他之所以 他是沒有了 灰飛煙滅了很多年 但是呢 他的影響 至今都還存在 還有他最引人 即是怎麼說 入勝 津津樂道的地方 是在於他的制度 他的兵法也好 他行兵調 是他的政府制度 發制精神 是 營商 沒錯 航海 包括我們現在的廁所 等等 街道 通渠 這個要抄得厲害 渠道 政治制度 行政制度 那一刻 法律制度 那一刻是他 他跟希臘有一個 他繼承了希臘 這個議會制度 相對可以這樣說 這個比較不敵 因為羅馬人是很鄙視希臘人 對不住 我這樣說 會被人說我是歧視 但他們叫他們是 同性戀者 Homo Faggots 那些字眼 很差 不叫他左膠已經算給他面 人家是自由 尤其是雅典 人家去妓院是男和女一起選擇 羅馬人認為希臘人是很腐敗的 但又去繼承了人家的宗教 總之很多東西 文化是一圓的 但羅馬人自認是特樂伊的後裔 他們才是英雄 他們是復仇的 還有Demigods 地張海人人都認是 無所謂 但羅馬人最不同的是他的紀律 以及他的政治制度 是很實際的 很實際的 有辣有不辣 所以不好意思 插開題外話 因為辣著我法 有很多人以為他繼承了希臘的東西 但有一樣東西 他是完全違反了 其實羅馬人相對希臘人 不是那麼科學的 很老實 有幾樣東西你看得到 第一樣 一把火燒了阿歷斯蘭大圖書館 意外地 他說意外地 當然不是 因為他順手燒起來 第二樣東西 你會發覺 他們對希臘人 所謂思想家 是有殺錯 沒有放過的 第一次被人堆壞 那個叫亞基米德 這個死仔拋 你玩科學就玩科學 他很正前不正確地 幫西西里的防守駐軍 發明了一件事 叫太陽死光炮 是 是用這個鏡子 把陽光聚焦 在羅馬戰船上 燒 水平線就已經 瞇到你著火 你眼火爆 沒有人叫你 玩科學 搞了軍事 羅馬人說你死有多厲害 手起刀落 晚上突襲 月光燒 我不長 然後看到眼睛 第一位便宜他 羅馬人那種凶狠 和殘酷的手法 這方面又覺得不值得學 所以他夠凶狠 他才可以發到羅馬底下 極凶狠的 實用主義強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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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那些 他們認為很腐敗 很抽象 所以他完全沒有 所以你看到古羅馬 你數不到什麼哲學家 一數 一抽 一抽 還有全成 又有蘇格拉底 羅馬人奠定了另一件事 由英國人繼承了 所以他發覺 寫羅馬歷史寫得最好的英國人 道路、制度 不是那麼簡單 而是他把整個羅馬的興衰 所以是過濾到一個重點 叫公民意識 這方面是很抽象的 但事實上就是 羅馬所有典章制度 就是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沒錯 吉凡的 他已經很小時候看完這些書 所以說 人家真的研究到 這麼昇華來看 撇除了什麼暴力 實用主義 他能夠看得出 一個貫徹整個羅馬歷史的重點 就是公民意識 是否能維繫 也就是說 如果你對照東方 很過癮的一件事 阿洋應該是歷史記得這件事 固然沒有 禮二廉恥 國之四違 四違不將 依然乃 以之前面亡 現在就出現了禮二廉 自決一隻腳 所以其實 就算貫通東西方哲學思想 你真的看熟了歷史之後 你不會像某些老人家 引經距離 還要認識歷史 不是這件事 而是精髓有什麼加法 精髓有什麼加法 你知不知道 那些人這麼喜歡聽《決戰》 不是我講的 這麼喜歡聽《決戰》 是因為 一部份是你的分析 因為 我們要讚賞蕭公子 當然不是 一定 絕對好 很多人讀很多書 但你怎樣把裡面的精華 爐縮再提取 再消化 再把它變化成自己的東西 還要表達得清楚 不容易 因為太過多 玩玩教教 很多知節 很多知節 在知節裡面已經迷失了 以為那些才是精髓 即是你能夠照顧她 讓無論是她 你不讓她帶你到柔花園 然後拆開了些無谓的東西 即是我們有個朋友 不要開名 當然就是有參加黨的會 他就說 可能一次開會有四板子 或者四十板子 他拆了拆了拆了 再只有四句 其餘的全部都是彪龍彪鳳的廢話 完全不拎關事 是普活 是的 我自己看的書裡面 我發覺 中國人似乎很少,或者我自己也看得少,I stand corrected 就是關於研究制度,我們之前有做這件事 很多歷史學家有做這件事 不是個人的問題,不是阿宙王好大起功,荒人無盜 而是制度上結構上如何出錯,如何防止這件事 大帝國最大,如果你是要大中華膠,你覺得元朝是最大 而元朝的蒙古人是中國人 但是他長久了,90年 羅馬帝國小過他沒錯,但他長久了很多 而原因不是因為... 兩千年,to be precise 如果由他建國,他們在坤士坦寧寶王為止 前後兩千年 還有,他由開始修皮,開始準備修皮,開始不適當 到他完全灰飛燕滅是一千年 還有,蕭公剛才所說的一件事 大家留意一下,公民意識 這件事跟希臘的公民意識都有些關係 羅馬在法律中定立公民權利,做得更好 好像,我們又說一些耶穎 耶穎說保羅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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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埔身是神的恩賜,什麼什麼 他們說得很清楚 但他們請看看保羅 有一次被羅馬官兵捉了 打他 保羅有得你們打 打完之後跟他說 我是羅馬公民 打他那班官兵的劍 原來當時羅馬法律 公民未經審訊未定 就是你不可以打他 是吧 公民和非公民的自由人和奴隸 這些權利是有很大分別的 聖經裡面有說這些東西 這些就是公民意識羅馬流下來 我們一定要認同是好的東西 就不是你聽過不知什麼耶穎說 羅馬人就迫害教徒什麼什麼 是真的,但你看看他裡面 一樣有好的制度 但現在我們正在受惠 所以分辨的能力很重要 蕭公是教中大的辯論隊 是 超過多少個 我去過 我去過 我去過廳 我去過廳很嚇人 那幫妹妹 弟弟很小的那些 思路清晰得不得之了 而你兩邊廳兩邊都被人 我都被人說 是你對 你又對 你知道周星時的戲 我就是那個 很資格 對 你又對 這個時候當蕭公一出聲 他就真的更精眼 因為你知道節目我們要叫AIR TIME 我們要拉長來講 但是蕭公子給他的隊伍去討論的時候 是真的手到拿來一針見譽 一講就到 就是你哪裏要在哪裏賣手 很精彩 就是這個邏輯辯論 古希臘 甚至是春秋戰國時代 這些真是古人智慧 古學金融 真是這些做得很好 事實上這個是精髓 這些好的東西應該是繼承學 你學人歸學人 學什麼東西 所以為什麼就是 上幾集都講過 為什麼外國列強 未曾打鑑五 之前三十年 一開始陽路已經判斷 你中國一定會被日本打敗 他就是看你來買什麼 你來學什麼 買什麼 還有你學成怎樣 知道你這樣 我一定學得不好 人家就是要精髓 你就要硬件 結果會怎樣 你都想得到 我講一個很不關事的例子 我自己的例子 就是香港人和洋人的分別 我講在廚房的角度 我講自己的親身經歷 就是我當時還有一間餐廳的年代 有個男生 我請了他回來做事 他做了我想可能一個星期 就說辭職不做了 我就問他為什麼 我覺得你做得很好 為什麼不做 他就說另一間西班牙餐廳 就高薪聘請他 又給他股份 又醫又怒 又說李超雲的兒子又去光顧 誰又去光顧 誰又去光顧 很誇張很厲害 我做股份 這麼重手不下 我說我未必可以給他 我說我家人工行不行 不行 堅決要走 好了 走 他走的時候 他不忙批評一大堆東西 又說這裡沒有制度 那些東西又怎樣不好 怎樣不行 那些位置又設定不好 都不要緊 當然如果你純粹從經營者角度 我角度 我就說 我每晚都要有waiting list 我每晚都排隊 每個月都賺錢 但是我有聽他說的 制度不好 那些位置設得不好 位置我沒辦法重新設過 因為全港定了營 每天都operating 但是制度不要重新設過 制度很重要的 但笑料是什麼 就是隔了兩個月 我和我的女朋友去歌富街另一間餐廳 假設是法國 OK 那四十年 吃東西的時候 看到他走出來 咦? 你不是說中環那裡的西班牙餐廳嗎 為什麼你會在一間小小的法國餐廳走出來呢 哇 他看見我的樣子很尷尬 到 他的尾巴都夾在兩腿中間 原來很 頭塌塌 然後不好意思 叫經理送甜品給我們吃 然後我就說 喂 我說你不是去西班牙餐廳 就是你知道我的 是不是 不怕醜的 咦?你不是去西班牙餐廳嗎 他說沒有 做了幾天 嗯 不喜歡 那件事 你以為這裡遠了嗎 是沒有 對不起 故事比較長 後來我跟另外幾個廚師出來吹水的時候 就有一個西班牙仔光頭的 現在很多餐廳 聊幾天的時候 原來我那個staff就去了他那裡 然後我說 我就是你叫我的人 你這個混蛋 搞到我廚房沒有人用 那些 然後他說給你 他說我炒了他 我說什麼你炒了他 你不是給他股份嗎 他說他很瘋 我給他股份 大哥我也是打工的 我也是拿少許股份 我怎麼給他股份 然後我說 那你為什麼炒他呢 他說一個例子 他說這個生牛肉 類似Beef Gapaggio Beef Gapaggio 稍日再講個典故 現在不講的太長了 總之就是薄的生牛肉 一般廚房的做法就是 兩張保鮮紙 中間夾著牛肉 牛肉 如果你有刨機 我們講的刀片刨那些 如果樹肉硬了 肉跟著刨 不一定的質感才行 是的 進薄 然後一般的廚師 就會拿鎚 那些肉鎚 就是你吃豬扒那些 但是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你這樣鎚的過程裡面 你太過癢 因為你知道那個鎚有釘的 就會把保鮮紙壓爆了 那些保鮮紙碎 就進了肉裡面 不是 接著 就有客人罵 反過來 我以前的工作人員 就說 那怎麼辦呢 是這樣的啦 是這樣的做的啦 說一下 跟西班牙仔這樣說 不是啊 西班牙仔就說 當然不行啦 你吃膠啊 混蛋 OK 接著他就再拼了他一下 他就說 那不要太拼了 OK 在這個點 西班牙仔就決定解僱了他 OK 我完全明白 首先呢 阿姐我呢 就當然沒有教識他 你為什麼要拼了 你用木棍滾就行了 阿姐我就是滾的 是花長很多時間 但是那些肉的纖維 維持在這裡 不斷不得止 它很薄 而血水分佈均勻 所以阿姐煮東西這麼好吃 就是這樣 我雖然不懂針子 溫柔很多 是對的 是對的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西班牙仔就覺得很不適 隨便馬虎 OK 薄呢 就是吃膠 不薄 你不吃膠 你明不明白 不薄就是Cabaccio 對 人家Cabaccio就是要薄的 那才是考功夫 他不想辦法 譬如我墊了一塊布 再墊一塊膠行不行 或者膠完再加一塊布 有一個cushion再去塗 他連想的步驟都不想 他直接說 那我不要太薄 第一句就說 那是這樣的 你明不明白 這個就是 我遇到 大家也會明白 那種 自忍彈 隨隨隨隨 差不多先生 就是那種 很嚴重 對 很嚴重 差不多先生 又是一種 當年胡適 胡適講的一種 日本 日本一定不可以 你試試 很精細 很精細 你劏魚要考牌 這幾年了 還要跟師傅 哪有可能這樣 不過他應該是 如果是這樣說 他做事的態度 你如何在這個環境裏面 可以 教導到這樣的人出來 這樣才值得研究 你又不要見日本搞成這樣 是不會的 最精彩的是 這些人 往往 我說請廚房 我自己的經歷 就是他們會覺得 你呀 因為你認識人多 因為你是女兒 你試試我開 我呀 沒有那麼好生意 他會找千方百計的理由 去掩蓋 其實他真的記不如你 他會找很多很方旺的理由 其實我覺得很古怪 Day1的心態都錯了 為什麼一定要介意 記不如你 每個人都不同 你肯定有事比他 他肯定有事比你 他肯定有事比你 他不想想 他肯定有事 他肯定有事 那他肯定有事 以前我有個義柱 用了很多年 他就是 咸也可以 甜也可以 他擠字 你知道那些人 Happy Birthday 是寫的 Alexandra Happy Birthday To My Dearest Beloved Alexandra Wadi 我手都很麻煩 我完全沒有耐性 而且我真的擠得不漂亮 但那個男生 他很漂亮 他完全沒有介意 就是為什麼你是我老闆 為什麼你出糧給我 這樣 那像你所說 一定有事比你更厲害 是吧 但是我 很多人就是這樣 還有呢 離職那一刻 無論是老闆還是伙計 他們離職的方式 態度 你是完全很容易 反映到他們過什麼 好像有些老闆 離職的時候 你剛才說的伙計 絕對差 你的老闆 一般老闆見到這些伙計 不斷罵以前的老闆 怎樣怎樣 通常都不會 對這些伙計的信心 會達到很大的折扣 甚至是不用的 如果是有些老闆 伙計離職的時候 千方百計 用盡方法去留 留完之後 那些伙計都想著 不要了 我都答應了那一邊 想走 他就馬上跟伙計翻臉 又是另一類 我都見過一類很簡單 你來我們歡迎 你走我們寬送 哇 永遠做朋友 瀟灑一點 對 所以我覺得 無論離職也好 不 離職的時候 無論是伙計也好 老闆也好 大家真的 要用一種比較合理的態度 去對待對方 不斷批評 說這裏不好 那裏不好 這些很有心胸才行 你看到我們有些網台 都是 你在裏面做好地地 你要走的時候 說到你 另起牢燥 忘恩負義 食碗面反碗底 又邪惡地 你明白嗎 撩起火頭 辣火頭 令到他的支持者 紅衛兵群起而攻之 就是因為 他不能容許你壯大 其實很多人不明白 說真的 我打工就打了一輩子 一來吧 網台的生態 有一支麥克風 一直都是最自由的 要珍惜一下 算了 還有網台 太多思願 見慣不怪 我這裏沒有事願 沒有了 這裏沒有什麼 開心就繼續做 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好思願 因為我狗不狗就要串一下人 狗不狗就要串一下 心理不平衡 也不算 串一下人 真的有什麼事願 沒有什麼 但是 我們之間就是 我們自己做自己的節目 有什麼可以說 他們兩個也不會瞄我 我又不會瞄她兩個 我最多是貓瞄 貓經常瞄我們 認真地 對不起 認真地 今晚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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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開鏡前已經在這裏玩了一段 吻過了 玩過了 爬過了 沒什麼好玩 你坐下 你坐下 我今晚不搞你了 哈哈 你見我們出節目重溫的時候 我們會說 主持人和主持貓 對呀 貓才是主角 哈哈 所以我見到有些 Youtube留言說 喂 主持的時候不要玩貓 不是玩貓 不是玩貓 他主持你的貓是主角之一 地方是他的 哈哈 這是貓的地方 我負責交租 他不批准到那些東西 我們是作客 怎麼可以 主人坐在他面前 我們是作客 我負責交租和產市 哈哈哈 真的 你真的不要以為 而且我的貓吃得很好 對呀 例如有什麼 有牛筋 有鵝肝 哇 哇 哇 鮮沙唐人 牛心 哇 拍葉 免治雞 你知道嗎 全部混合 再加生蛋黃 熟蛋白 跟著蝦粉 乳豉等等 養到他們肥肥白白 等他們過鏡那一刻 讓你見到 沒錯 是啊 我們還有一個話題 請你說 香港人對中國運動 對中國運動員的幸災 香港人 哈哈 這是新香史 奧運現象 最新現象 大國崛起 大國拆起 對大國拆起 對純欣賞體育 對純欣賞體育 不是 我自己看體育 其實奧運 我自己喜歡 純體育的角度 但最近 近一段特別厲害 就是 香港的 尤其是年輕一代 特別希望見到中國運動員出醜 大陸那邊也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 只要他們一輸 就有一種輸不起的心態 當然有人針對他們 等等 我覺得兩樣都不好 好像 昨天 如果從體育專業的角度看 好像昨天那場拳 為何會說大國拆起 原來是 有一個叫做呂斌的拳手 49公斤級 在一個裁判 正式宣佈誰贏之前 他很有信心 舉手 舉手 結果 舉出來 其實是肯啞那個贏了 那件事很拆 很多人都覺得很拆 從我們這個表面看 都覺得是不是這麼傻瓜 但如果我們從一個冷靜一點 從一個觀衆 觀想體育的角度看 其實是很自然反應 因為拳手 因為每一種運動員 他們都有些自然反應 拳手是要不斷製造 振奮自己的信心 還有覺得自己表現好 是要不斷舉手 甚至是仰天長笑的 等於那些籃球員 入球之後 會兩個人去撞心口 武器來的 互相撞心口鼓勵 女排運動 或者籃球員都是 扣殺成功 大家就激獎 這是不同的運動員 都有不同的自然反應 我再看看 他那三個回合 因為我沒有看過那場拳 但我看過一些報道 和片段 整體來說 可能是中國拳手 真的打得比較好的 尤其是最後的回合 即使打到 肯亞拳手是數白的 數白在拳擊裡的意思是 即是說 他站在數白 已經打到幾乎跌 當作一次打跌了 他的得分一定是高過 肯亞 肯亞拳手 但我看過版本 我也是沒有看整條片 但我看過版本 就說 中國拳手 一直打得不好 直到最後的回合 就好像追回好 對 因為今年我發現 他的拳擊運動 引入了一些 比較職業性的計分方式 以前打三個回合 用手套的白色部分 打他頭部 用得分點 就算總得分 打中多少得分點 來計分 聽起來很痛 今次就好像 我看他的比分方式 這次比分 他最終打出來是 兩個二十九比二十八 判肯亞那個贏 一個二十九比二十八 判中國那個贏 即是說他是用了 以十分制 即是職業權債的十分制 來計分 那個回合表現得好些 就是十分 是 表現得弱些 那是九分 如果是站在數八 或者打跌的 就十比八 如果是這樣看 如果那個肯亞 是多一點回合 好一點 對 據說第二回合 他打得比較好 可能第一 第二回合 他也領先了 變成兩邊的分數 很接近很接近 所以他在計分的時候 留意到一件事 他比一般宣判的時間 長了很多 即是說 裁判之間 還在爭執 最後 雖然他最後一個回合 通常最後一個回合 打得好些 會稱先些 但最終 都是覺得 但是 頭一二個回合可能的肯亞 那個拳手 真的表現得比較好 用極些微的多數 贏了中國拳手 這件事 今早 今早 新的75公級 跟級的拳賽 都有出現一個 非常之有爭議性的判決 其實每一屆的奧運 牽涉到拳擊 或者其他比賽的比分 都有很多這件事 就不是說一定針對中國 不是針對中國 八百年 盧根尼斯 贏了熊毅 八四年 荷里菲特 後來打敗太神 又被取消資格 擺定針對中國 兩邊都是 因為還原基本部 體育就是體育 有爭辯 正常的 問題是 如果你太過政治介入 或者是解讀的話 你根本不可能有安寧的日子 不可能有 裁判也是爭錢的 奧運也是爭錢的 外交部副 甚麼春華 發言人 外交部副部長 法官也是爭錢的 法庭也是爭錢的 奧運也是爭錢的 爭錢 不過我覺得 奧運 你觀眾怎樣看 從甚麼角度看一件事 為什麼我們相信 奧運的裁判 是世界上最頂級的 在沒有足夠的 表力海岩法庭 也是 對 我們便遵從他的判決 人家強到不遵從 那你要玩這個遊戲 是不能說的 奧運的裁判是最小 最強的 你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 就不能夠強硬說 你是黑財 隨便說是黑財 香港那些也沒有必要 太過指責中國拳手 我看過中國拳手 輸了之後 他是親吻擂台 然後哭著走下去 這個其實算是一個 挺有風度的運動 希望大家不要過分解讀 比起八百年有個藍行拳手 真的好很多 輸了之後被判輸 雖然他一直領先優勢 但是被判輸之後 他就坐在那裡不動 然後那些教練和助手 衝上去打人 打個裁判 都有這些事情 八百年是發生過這些事情 所以拳擊比賽 經常都有爭議性的裁判 不如職業賽或者奧運業儀賽都有 所以我覺得大家回到欣賞體育的角度 不要經常這麼多 大家不開心 說你該死了 出醜了 我又被人黑財了 根本都已經不是說體育了 四年一次奧運 不如大家開心欣賞一下 好像那位 我覺得我們出氣很開心 游泳輸了沒有 他輸了嗎 最近贏了二百米 過千米還沒練 什麼時候捏 就快了 要留意一下 他被人串 另外一個 加進口水墊 就說他泡的料是紫色的 現在是口水墊 不過說到游泳 我們另一位台處子 有次姑 提到這位 這位 叫做 袁衛 傅袁衛 這個女生 表情很旺 他是一百米 背泳 游泳 游泳後 用盲方之力 但也不知道自己成績多少 拿到 原來是 跟別人一起拿銅牌 已經開心到 真性情 還要別人說 別人比你快 比你0.1秒 可能我的手不夠長 好笑 應該就是說 你運動員 應該是這樣的心態 你盡力 你的名次 拿不拿到 顧之言 你贏到自己 他真誠情流露 他說我做回自己 結果 無論是在大陸 在香港 都一字真 連外國現在 外國傳媒都讚賞了他 覺得這個女生 她真 你覺得她傻 但她真 體育就是真 和快樂 所以中國其實不用跟別人爭辯 只要你給別人看 大家可以接受 中國有真的 一個女生 表現到她的真性情 大家已經很接受 好過你經常在內 你看多罕有才行 好過你在時代廣場 經常賣一些廣告 去做中國形象 沒有用的 一個女運動員 你整個國家 她是同牌 整個國家的形象已經可觀 這一個女生 和泰國的大媽也是 香港很多人喜歡 一字真 一泰漢 有 國保 這些人應該受國家俘錄 是啊 現在她在大陸 還比金牌運動更紅 好 我們下個星期再回來 下一個節目 我們FORUM下一個節目 是星期五晚 11點半 是阿洋的 最嚴堂 更坦白 對 下一個是星期日的 如是我問 下一集 決戰蕭公子 你的情況是怎樣 我在維也納 你在維也納 你在維也納 我們要想辦法 我們要想辦法 OK 在FORUM公告大家 歡迎大家 努力幫我們分享 幫我們宣傳 好嗎 謝謝 拜拜 再見